可以再把它做個變化 變化我是覺得你可以拿這邊 這個可以把這個工作表複製一個 複製就拖拉加Ctrl鍵 所以這邊順便講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就是凍結窗戈 如果你希望捲動的時候 上面永遠會出現欄位名稱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 資料的第一列先選起來 比如說這邊的資料第一列應該在第四列 有的時候應該是第二列 可是這個地方它是放在第四列 那你可以選擇 檢視裡面的凍結窗戈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它凍結起來了 那你把它捲動的時候 上面還會固定 下面就會跟著捲動 在閱讀上會蠻好的 大概會補充一下 其他的話你可以再試試看 比如說 像剛剛這邊答對跟錯 最後得到的結果 它只有打勾 可是如果我希望 有打勾跟打差 有沒有 因為不對就打差嘛 那怎麼辦 當然 不過這個有點麻煩 你還是要選 把這些範圍都選起來 那選的話 有點麻煩 因為還要在間隔選 所以這邊優標放在這裡 Ctrl-shift向下 然後還要在什麼 還要再來上面 然後再Ctrl-shift向下 所以比較快的選法應該這樣 優標先放第一個 然後一樣按Ctrl鍵 我選選看好了 我選選看好了 對錯這個 通通把它選起來 總共會選10個 然後Ctrl-shift向下 好像 沒辦法 他好像 選 9個 他變成只有最後一個是Ctrl-shift 那還是沒辦法偷懶 變你這個要Ctrl-shift向下 再按Ctrl鍵 你可以再去設定格式 那如果設定格式的話呢 你可以從 常用這邊 去修改 像我們剛剛那個規則 是只有打勾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有打差的話 編輯它 那打差的話是等於0 所以這邊其實你可以把 這邊你把改成等於0的時候 變成一個打差 打差的話應該這邊有打差 選起來按確定 那如果是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範圍裡面 只要是 這個什麼 不對的 不過看起來真的有點混亂 打差了太多了 但是好處是 你就知道到底答對的 有哪一些 答錯是哪一些 這個我想你們可以 自己再去修改一下 可以從哪邊 所以其實不用選 我發現其實直接從這邊改 好像都OK 管理 直接 也不對 你一定要選到一個 然後管理規則 這邊就出現了 一定要選一個 然後管理規則 這邊的話就加上一個 叉叉 按確定 再套用 就有了 OK 不過這個是延伸練習 考試千萬不要這樣做 這樣做出來就沒分了 零分 OK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108題 108的話實際上就是 某個小學老師 他做一個就是給學生去背誦 1乘1等於1 一直到9乘9等於8 應該大家以前都背過 然後呢 他這邊上方有所謂的 背乘數 乘以左藍的 乘數 所以上面這個叫 被乘數 然後左藍的話這個叫乘數 OK 並且在對角線填上顏色 讓學生知道說對角線的關係 所以第一個的話一樣我們先把檔案打開 所以 請各位一樣先開啟那個 我們的練習題 練習題的話 在哪 在這邊 OK 然後你就把練習的意義 這一題 打開 用於sale 好 這個是背乘數 不是跟上 這個是背乘數 這個是乘數 所以哪一個乘哪有 背乘數在前面嗎 乘數在後面嗎 好像是這樣 小學 如果說我希望把這個規則做出來 那應該如何做 這裡面的話 他說在b4到j12公式 請各位先把這個題目稍微看一下 畫面先畫給各位 所以這個放前面 這個放後面 然後把兩個相乘的結果 兩個相乘的結果叫乘基 放後面 那個乘號的話他有個要求 所以第一題 這邊有個題目他說 你必須插入符號 這個乘號不是x 這個乘號還有特殊的 他變成說他是00d7 所以你可以在旁邊先 這個符號可能自己打沒辦法打出來 所以在旁邊空白處 你可以先找入 插入這邊有個符號 符號的話 你可以找到什麼 插入符號這邊有一個選項 然後這邊直接打00d7 OK 那你會發現就是這個東西 那這個的話是 在輸入法裡面沒辦法輸入 我們必須要透過 插入符號的方式產生 插入之後這邊又有一個按關閉 那你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Ctrl C 為什麼要複製起來 因為我要拿它 來這邊做那個公式 所以公式等於什麼 這個儲存格 放前面 1 乘的話就end 剛剛那個符號 那個符號貼上就可以 貼在前後雙引號裡面 1乘上 end 後面這個 等於 還是一個字 end 一個等號 然後再end兩個相乘 再end 這個 乘的話就是真正乘 乘一個信號 乘這個 好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喔 這個公式 對於同學來說 有一點點不是那麼好理解 OK 不過大概就是這樣 把它串在一起 那你打勾之後結果對不對 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1乘1 等於這個乘這個的結果 那我是希望說可以做一件事 向下 向右 一次 全部做完 不是說叫你慢慢填 要填 要填 89 81次 一次 全部搞定 當問題來了 你向下拉應該會出現錯誤 為什麼錯誤 因為呢 你向下拉的時候怎麼樣 你的 這個位置 B3 有沒有 他會變成 B4 B5 B6 所以一定要選起來 也就是說呢 如果假設你要向下拉的時候 你的3 有沒有 B3 你只要看到B3 前面一律要加什麼 錢的符號 意思就是說 那個B3的3 一定要鎖 所以你只要看B3的3 鎖起來 好打勾之後向下填滿 OK 好 第一關過了 第二關的話呢 向右拉的時候 錯了 有沒有 為什麼錯 如果你向右拉的時候 特別注意它變動什麼 變動藍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你剛剛的公式 假如是 A藍的話呢 它就變成B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向右拉 本來是這個公式 A4 這個A藍的部分 不能變動 所以 有沒有發現 它向右拉變B 再向右拉變C 變D 如果你假設你不希望這件事情發生的話 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 就怎麼樣 把A前面加什麼 加一個錢的符號就搞定了 OK 有沒有 這邊 所以 其實 錢的符號 加了 四個地方 分別是 3 跟A 不過有個巧合 有沒有發現 剛好它的標題 第3 跟A 所以其實 後來發現 有一個小訣竅 就是如果是第3列 你只要看到3 前面就加錢 就沒問題 只要在A前面 加錢 這樣子 就可以向下向右一次完成 OK 這個是一個巧合 這個是一個巧合 原理原則是 剛好在第3列跟A欄 這樣OK之後 記得 鎖要鎖4格 OK 少鎖一個多鎖一個都不行 OK 打勾 向下 向右 一次 一次喝成 完成了 有沒有發現 實在太好了 OK 那為什麼要特別講 這一題其實很重要 因為以後 你的很多表格 我們當然都希望說 做一個公式 全部 都可以適用 如果你要全部可以適用的話 那一定要記得 你一定要知道 鎖哪個地方 鎖這個 3 3 跟鎖A OK 好 沒錯的話 向下向右 OK 那最後的話你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 叉叉 把它delete掉 這個多的啦 OK 那這樣的話 第一題應該就完成 我看第一題應該就OK了 這樣應該就完工 再來的話 第二題就畫框線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第一題先完成 公式 有點複雜 好我們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